嘿,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折一棵圣诞树 那么我们需要准备的这个材料有一张白纸,剪刀和手工刀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折这个圣诞树呢,其实需要一张正方形的纸 现在我手中的这是复印纸,长方形的 但是没关系,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处理,就可以得到一张正方形的纸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长方形的这个短边朝着它相邻的长边对齐,做这样一个对角折 然后我们把这多余的这一部分呢,把它折起来 好,这部分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剪掉了 现在我用这个手工刀,把它裁下来 好,我们把这张纸打开以后呢,现在我们就得到一张正方形的纸 接下来我们开始折这个圣诞树 接下来我们开始折这个圣诞树 先做一次对角线对折 打开 转换纸的方向 另外一个对角线对折 打开 接下来我们做边到边的对折 打开 转换纸的方向 再做一次边到边对折 现在我们把纸打开以后呢,就会看到这样的折痕了 有对角线的折痕 也有了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折痕 接下来我们先重新做一次对角线对折 这样我们得到一个大的三角形 这个大的三角形呢,我们要把它底边的两个角 一个角,叠向另外一个角 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小一点的三角形 然后把这三角形呢,上面一层的三角形稍稍的提起来 然后压下去 把这个翻过来 另外一面我们做同样的处理 稍稍的这一边,这一面提起来 然后把它压下去压平 好,现在我们看到那个三角形呢,又变成一个正方形了 现在这个正方形的中心已经有一个对角线的折痕了 我们要以那个折痕作为中心线 好,我们把一边呢 这边折向中心线 另外一边同样的折向中心线 好,现在我们把右边这部分打开 那么刚才这个折痕也是朝下凹的 现在我们把那个朝下凹的线要把它提起来 然后把整个这部分压平 压平以后我们把左边这部分 这半部分呢,重新朝右边折 好,现在我们得到好像是两层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看左边这部分 左边这部分我们做一样的 首先打开 然后呢,最靠近中心线的折痕 它是朝下凹的 现在把它提起来 呀,把它提起来以后呢 朝着右边那个三角形跌下去 就压平了 压平了以后 我们会看到呢 现在我们应该得到四层的效果 看这样 一,二,三,四 就可以得到四层的一个三角形的形状 现在我们把整个翻过来 翻向另外一面 现在要重复刚才的折法 首先找到中心线 然后把一边朝中心线的方向折进去 另外一边也要朝中心线折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 跟刚才类似的一些整理 把这凹下去的那一线 那个折痕 把它提起来 刚才是凹下去的这一边 这个折痕是凹下去的 那提起来以后呢 朝着左边的 左边那个三角形的外边压下去 好,现在我们把它压平 重新把它朝右方折回去 这个右边应该得到两层了 好,左边这部分我们一样的做法 首先打开 然后把这个折痕呢 它是凹下去的 现在我要把它提起来 提起来朝着右边 这个三角形的外边压下去 这样呢整个又压平了 压平了以后 我们再把它折回去 好,现在我们检查手中的这个纸的情况呢 应该是看一下1,2,3,4 应该有8层 一边有4层,左边有4层,右边有4层 就是有8层的这样一个效果 好,接下我们把下面多余的部分剪掉 好,为了方便剪呢,我需要把这边首先呢折过来能看到这下边这个底边 我们以它作为一个参考线 现在把下面多余的部分呢剪掉 好,这部分我们就可以不用了 好,现在基本上这个 圣单树的这个基本形状已经有了 好,现在呢 我们把铝平了以后 现在用剪刀来剪 注意是朝中心线的方向剪 但是不要剪过中心线 通常情况呢 我会剪4到5次 今天呢在做这个演示呢 我要剪5次 12345 好,另外一边我们同样的 要朝中心线的方向剪 剪5次 2 3 4 5 好,现在我们剪5次 好,这个 完成这个剪了以后呢 这个纸基本上就压的贴在一块了 现在我们要稍稍的整理一下 一层一层的把它整理开 接下来呢 我们刚才被剪过的地方 我们都要稍稍的折一个三角形起来 就整理出这个树枝的形状 每一次被剪过的地方呢 你都需要这样稍稍的折一个三角形 把这个角稍微把它折起来 通常呢 这个三角形在树的顶端会比较小一些 到树的底端呢 三角形会稍稍大一些 这样呢 这个树的形状就看起来更舒服 更漂亮 好,另外一边我们做同样的整理 剪过的地方 把它稍稍的折起来 折一个小三角形折起来 好,这后面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重复这样的折法 把每一层呢 分开 分开以后 把它在剪过的地方呢 稍稍的折一些 折三角形把它折起来 好,这样呢 基本上这个树就是 大概的做法就快要完成了 后面的工作都是重复性的 比赛的脉与 对 超重复性的折折 在骑上 他们开始也好 展示一下 重复性的折折 就是 这一条 sits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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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XVIII 就是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这棵圣诞树我们就完成了 希望你有时间的时候也可以自己试一试